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当时我们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 在武器装备完全列于敌人的情况下 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彻底战胜了侵略者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出现了很多的战斗英雄 他们本来应该在胜利以后享受胜利的果实 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默默符文 直到几十年以后才被人们发现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位战斗英雄 他的名字叫做张国福 时间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张国福因为剧烈的咳嗽 结果在医院之中被查出严重积水 所以住院治疗 但是也就是在这位老人住进医院没多久的时间 他的身份就被人翻出来 原来他就是当年的特级英雄张国福 其实张国福是他本来的名字 1931年出生于吉林省于林县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人 幼年的时候 自然也是历经了苦难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作为生活在轮陷区的人民生活更加的艰难 也正是因为知道侵略者的可恨 于是就在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后在战场上张国福出生入死 多次立下大功 并且后来还担任了副连长 也就是在辽审战役之中 张国福活捉了国民党中将中将赵博正 随后又参加了最艰难的胡家窝藤战斗 推毁了廖耀江的指挥部 为全江国民党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后来选拔特级战斗英雄 张国福作为全军仅有的78名代表 还出席了北京的大会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 后来因为在战斗之中不幸费不重伤 虽然后来张国福受到了部队的培养 但是实际上因为伤势的缘故 张国福还是退伍回到了地方 回到了家乡以后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战斗英雄的身份 都纷纷要求他做演讲 但是他却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于是故意把名字里面张国福改为张国福 甚至在退伍的同时 有关自己一切荣誉统统没有携带 在家乡当了一名普通的消防员 后来又在矿物局当了工人 大家后来也只是知道 他是一个退伍军人 丝毫不知道 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特级英雄 竟然如此默默无闻 直到1986年退休 张国福一直就是这样生活 按照他的说法 他不愿意成为国家的负担 既然有手有脚 那么还是辛苦的劳动比较好 也就是这一次的住院治疗的过程之中 张国福的身份这才被发现 甚至惊动了总参谋部 在特别的关照下 张国福被转入北京医院 当问到有什么需求的时候 张国福摇摇头 希望我们党和国家好 最终 张国福便是以后 按照总参的要求 本来是希望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宫 目 但最终还是按照张国福的要求 古会被安放在家乡的烈士灵堂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